有很多车主是不是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在倒车或者侧方停车的时候 会一不小心搁在路面的岩石上 有的甚至把轮胎都搁无包了 然后很多人就会去某宝 或者些平台上购买一些圆形的镜子 贴在后视镜上 就可以轻松的看到后轮的状况了 那这种小圆镜到底是什么呢 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这种小圆镜叫做盲点镜 或者广角镜 是用来装在后视镜上 辅助后视镜扫磨它的盲点的 大家都知道 车辆的后视镜上都有一块盲区 那这块小圆镜就是帮助您看到这块盲区的 那装上这个之后是不是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呢 其实并不是的 大家想想如果这个东西装上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那车辆的生产商直接在出上的时候 就装上不就好了 何必要让车主加装呢 其实这个小圆镜的弊端在于容易失真 因为这种镜子是一种凸面镜 在一定光线和角度下容易失真 也就是说其实你离后方车辆只有一米 但从镜面上感觉还有五到六米 很容易让车主判断失误 它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给车主带来好处 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隐患 所以小编骑士建议 如果你的车辆不是经常要在山路 瞎炸道路上行驶 最好还是不要装这种小圆镜 毕竟安全才是第一位 如果您经常在山路或者瞎炸道路上行驶 装上也不是不可以 但最好还是要下车亲自查看 不要过于信任这种小圆镜